除了说我们输出ABCD之外 我还能够给它多重的颜色 那所谓颜色是格式 多重的格式 那也说我今天输出的话 我把它清除好了 我希望输出的话 类似长这样 A假设我给它一个蓝色 B我给它一个底色 C的话给它一个框线 D的话是加粗体 而且有四种变化 当然以后你要怎么调配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变化 我想这样就足够了 包含就是怎么 第一个可以学到 如何让你储存格里面的文字变颜色 那怎么变颜色 第二个怎么变底色 底下那个颜色 第三个怎么变框线 框线怎么加 那家里一样有颜色 你如果不加颜色 你预设是黑色吗 那如果你要变一个颜色怎么做 另外的话加粗体 当然这些效果 也可以两个把它凑在一起 比如说我要粗体又要蓝色 你可不可以可以了 那要怎么做呢 首先清除的话 另外清除的话 你不能用原来的清除 因为你清除的话 它的格式都还在 所以必须怎么样 你要用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有清除格式特殊的用法 这地方怎么做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有个按钮的话 那就需要一个独立的Sub 有没有 如果你要多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能够有效果 我们怎么做 一切到Visual Basic OK 那我这边有写好的 其实就这两段 我先把它删掉 我们重来一下 假如没有 没有怎么从 没有开始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把什么 可以把这个成绩多重 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它跟这个Sub 就差两个字 所以可以怎么样 把它贴到底下 贴上 然后这个名称 Sub的名称 把它改成叫成绩多重 加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这个Sub 但是这个Sub 目前还没有颜色 我们要怎么样 把那个颜色加上去 我逐一跟各位说明 OK 第一个应该没问题 所以以后的话 你如果有一个 要增加一个按钮的关键 就是你需要一个Sub 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对应到这个名称 OK 一定会EndSub 反正结构一定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会对应到一个按钮 OK 反正你要一个按钮 就一个Sub 就是这样而已 一定要写在哪里 写在模组里面 这是基本规则 如果反正用到 从第一堂课到第二堂课都一样 OK 好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加一个颜色 但颜色现在没有变更 可是怎么加颜色 首先的话 我希望输出A 希望输出A之后 它把字变成蓝色 字怎么变蓝色 首先特别注意 字变蓝色的话 有一个重点 一 我要先取得这个Sales物件 特别注意 其实理论上应该先加刮壶 不过因为你加了刮壶之后的话 你把它点下去 它有一些提示不会出现 所以我的做法是怎么样 先不要加刮壶 等到我程式写完之后 我再把刮壶加上去 OK 所以Sales点什么 这边的话 字的颜色 字的话 特别知道 因为在VBA里面 因为在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 它当然不会是字型 有没有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Fone Fone的话 反正就一个英文 点什么呢 字的颜色 颜色 应该怎么 当然我们不可能打颜色 字型颜色 那你可以对应照 有没有 Fone color Fone color 字的颜色就Fone color 所以其实我觉得VBA 可能比较有障碍 就是它全部都用英文叙述 程式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基本上会觉得比较困难的 就是它突然变英文 感觉好像比较难 实际上根本没有 实际上你都把它 它当成中文 不过不可能说以后 语言变中文 有没有可能 目前应该是不可能 所以你就要习惯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又等于什么 等于 特别注意 以后你只要想到color 颜色的话 你要记得一个函数 VBA的函数叫RGB 就够了 OK 什么叫RGB 顾名思义 就是什么 红 绿 蓝 对不对 应该知道 对应的那几个字 OK 那瓜糊之后的话 你刚才讲说 它第一个会跳出来 你这个红色要多少 特别注意 它这有点像调色盘 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给红色 因为我要蓝色的话 所以我不要红色 红色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逗点 它问你绿色要多少 0 逗点 它问你说蓝色要多少 那蓝色我要开最大 最大的话记得是255 也就最小是0 最大是255 OK 其实就256 因为就8 其实8会员 2的8次方 256 OK 刮胡一下 实际上就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乘上2的8 有点像调色盘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 电脑人显示多少种颜色 就是这些颜色 就是2的24次方种颜色 大概是多少颜色 大概是1000多万种颜色 不重要 因为其实人能辨识的 也没那么多种颜色 所以如果你要蓝色的话 记得就是0025 这样的话就OK了 但是特别注意 最后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这样写的话是指的是什么 整个工作表的所有储存格 都变成蓝色 所以记得 那个储存格 我要变成蓝色 那个储存格 所以请你把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告诉他 就是在I列的H蓝的 那个储存格 把它变成蓝色就好 其他不要变 如果你刮壶忘了改的话 特别注意 它会变成什么 全部的字都变成蓝色的 OK 这可能要注意 为什么刮壶后加 我刚刚讲过 因为你如果加入刮壶之后 你把它点下去 那个凤咖了不会出现 不过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可以没问题 你可以打phone.color 等于RG背起来 但是这个phonecolor 算比较好记的 但有些不好记的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底色 我执行一下 有没有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说A已经变成蓝色的 那你想说老师 会变红色可不可以 可以 红色怎么看 就把红色开最大 把蓝色关闭 再执行它一下 变红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以后只要想到颜色的话 在VBA里面 最重要就记得RGB 就够了 OK 特别注意 不用记太多 RGB就足够了 颜色就RGB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的颜色很复杂 我要很鲜艳的颜色 可不可以 但可以 如果你以后找不到颜色 你可以到油漆桶这边找一下 找一个其他色彩 然后你看你要喜欢什么颜色 比如说你说我要一个蓝 有点半蓝不蓝的 这个好了 OK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切到制定 它会告诉你RGB的颜色 0 153 255 你就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它就是这个颜色 如果不够的话 这边有调色 这么多这么多 你随便选一个 但是我跟各位讲 应该没有人这么无聊 对不对 其实大概标准颜色就够了 只是说 如果你要的颜色很鲜艳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记得 从油漆桶 其他色彩 然后你去找一个颜色 再次定 这边就出现RGB 你就把这三个颜色填到RGB的瓜谷里面就OK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不过一般其实比较少人这样用 我只是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然后红色 再来的话 第二个底色 底色怎么加呢 其实很简单 一样就是Sales 它底色的话不是Fone 它叫Intro 所以你就打一个IN 它有个叫Intro 这个Intro 一样 底色的话 我们就是怎么样 点Color 所以点 一样会出现 Intro就是你的储存格的填满的部分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RGB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填成黄色的话 黄色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黄色也蛮好记的 这个黄色 你就点其他色彩 找个黄色 自定一下 其实就255 2550 其实红配绿好像就黄色 红色加绿色 刚好就是黄色 OK 其实这个有点像以前水彩课 你就把红色加一点绿色 把它调在一起 一定变黄色 不信的话 如果你们家有水彩的话 不过可能你家小学生吧 像小朋友 你有办法调一下颜色 就变黄色 OK 那我们试一下 这边的话 一样到开发人员里面 等于什么RGB 255 豆点 255 豆点0 后刮壶一下 OK 记得一样 把这个刮壶补一下 OK 好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帮我把这个储存格的底色 改成黄色 就这样写而已 应该不困难吧 我觉得这有些不用背 因为点下去都有嘛 那我的习惯就记那个开头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我这一行写完之后 这个地方 就变成什么 变成有黄的底色了 有没有 这一行的话呢 就是红色的字 Fone Color Fone Color intero Color OK 这样不难记吧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今天希望什么 C的话是帮我加一个红色的外框好了 红色外框怎么加 其实蛮简单的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那个储存格 那不过先挂和不加 点什么 框框的话叫Bolder 所以你就打一个Bolder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一定Bolder加S 为什么加S 其实主要原因很简单 因为框线不止一条 这边一条 这边一条 它实际上看起来是一个框框 但实际上它是四条线构成的 OK 所以Bolders OK 所以我就点一下 点Bolder 打一个B Bolders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点一样点什么 点Color 有没有 就是那个框框的颜色 一样是红色的话 就RGB刮虎 然后255 逗点0 逗点0 后刮虎 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 糟糕 完蛋了 为什么 全部都变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忘了把这个 有没有 放过来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再把它恢复 所以如果蛮多同学 遇到这种情况 把它恢复的话 记得 叫Color 等于没有 这个的话 没有的颜色的话 就是XL 没有的话 NUM 没有颜色 Bolder的Color 它的颜色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 在UCL里面就是XL 加一个NUM 没有颜色的意思 不过这个颜色 我把它再执行一下 XL NUM 这样OK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这样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说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颜色怪怪的 本来是应该是灰色的 旁边有蓝色 实际上如果比较正确的 还有更 就Color Index 如果没有颜色的话 应该叫Color Index 锁引值没有 这样恢复了 所以刚刚比较正确 应该是把这个瓜糊加进来 如果我要把这个 只有C的部分 那就Color Bolders的Color 等于RGB 所以你这边RGB 红色的话 就是255 豆点0 豆点0 后瓜糊 这样子 就是 这边记得 这个不要空白 好 这样的话 执行一下 有没有 C的话 最后的话 就是那个字的颜色 字的 不是 字的那个出体字 就是我希望按下它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字要出体的话 其实 跟那个字型有关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个的 应该是 这个Sales.phone 点phone之后的话 你点 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Color上方 有个什么 点Bold 这个就是出体 要不要的话 其实只有 要跟不要 所以你等于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理论上应该会跳 跳那个要跟不要 如果要的话 是True 所以你就打一个True Bold等于True True的话是要 不要的话 就False True 如果不要的话 就是Fals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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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跟不要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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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加 全部再把它改成False 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所以总共会有E 出颜色 然后底色 框线 再加上 这个True 要不要Bold 出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 四种方法 A B C D 答案就在这边 OK 反正你就照着做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以后建议是你工作上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就可以拿来做一些改变 反正就是格式上的变更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 Excel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设定格式化条件 在这边可以设定 新增规则 不过 这边如果有四个 可能就类似像新增四种规则 那其实 反而我觉得直接用写程式 好像比较简单 你如果用新增规则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加 然后你要 要改 可能我觉得相对的还是比较麻烦 反正就有点相通 那只是说将来新增规则 像这种东西要跟 就是公式没办法互相套用 变你做好公式 你要再做 变分开来的 然后VBA的话是一气可以合成 有没有 你做好逻辑判断之后 你就可以马上改颜色了 但如果你以前的做完 你可能 下了公式之后 要变更格式就只能在这边 你就没有办法用其他方法 因为你在格式里面 没办法用插入函数去改变格式 这个函数没办法改 OK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打错 这个地方记得 一定要加瓜 因为常常同学都忘了加瓜 那如果你不小心加人吧 没关系 你就再把它改成 就是再改回来 就是颜色的话 要加这个board 加粗体 就是true 要嘛 如果不要的话 记得就是false false的话就不要 记得字不要拼错 因为true跟false 你怎么知道字有没有拼对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 你打小写 如果移开的时候 他的手势有变大写的话 表示你有拼对 这个f有出现了 那其实如果你不记true force 实在打不出来 你可以把force 输入0 force就0 e的话就true 因为在程式里面 true true的话就是e 然后false就0 OK 不过我们照打 你先打0 我记得应该OK 把它执行一下 也可以 有没有 或者你打 1的话有没有 执行 1的话是true 这个1就是等于true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我先把它改回来 改成0 false改成0 如果你记不起来 false你就打0也OK 然后再来的话 记得又把它改true 不过true的话只针对那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就把它改1 如果如果建议 最好其实true蛮常用到的 不如你就把它记一下 打的话打小写 移开首次如果有变大写 那恭喜你应该是打对的 就怕拼错字 OK好 这样执行 有没有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ABCD四种格式 再来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清除 不过清除如果我用之前的清除 我刚讲过 只能清资料 格式清不掉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清格式的话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全部一起清 全部一起清就是选取这个范围 清除格式就可以了 或者清除全部 但是呢 如果假设你的状况是刚好你希望个别清除的话 我们就个别来看好了 所以成绩格式清除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一样我需要一个按钮 叫做成绩格式清除 所以我把原来刚刚这一个把它再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移到下面把它贴上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成绩的格式清除 把名称打上去 OK 好 那怎么清 怎么加 记得要怎么清 加的话呢 是我们前从质的颜色 所以这边不用 质的颜色如果要改回黑色的话 黑色的话 特别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RGB的颜色 把它改什么 改0就可以了 全部都0就黑了 全部都恶物就是什么 就是白 OK 中间的话就是反正就有点像参颜色 OK 所以第一个我先来看一下 如果要清 恢复原来质的颜色黑色的话 那这样最简单 黑色 记得黑色 RGB 多多零 知情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A 它已经恢复成黑色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把它改回来 那底色怎么改 Intel Color 等于没有 所以没有我刚刚讲过 你像我之前我跟同一是说 如果要把它改回来 其实改成什么 它原来是白的 所以你把它改255 255 这样可不可以 知情给各位看一下 恢复了 但是呢 其实这样也可以哦 因为后面的框线将来列印不会出现吧 不会影响 所以其实这样 但是就有同学会看出来 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当然吹毛球 其实这样是OK的 只是说如果吹毛球吃的话 这样其实不OK的 那可是要怎么让它恢复成 没有底色哦 记得哦 你如果用白也可以啊 只是说感觉不太那么好 应该跟他讲说 这边背后没有颜色 没有我刚刚有写过嘛 没有 什么呢 X L None 有没有 这个就是没有颜色 所以如果应该比较标准的写这样子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框线出现了 有没有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不知道怎么改 用白色其实倒也可以 只是比较标准应该没有颜色 那框线怎么做 刚刚有讲过嘛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没有颜色 但是没有颜色它其实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它会变成 其实本来哦 游标如果不 不 不对 Cover Index 打错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啊 字没有变大写 应该这样子 哎 执行一下 哎 有了 那可是哦 其实这样乍看之下 我之前本来是写这样 啊 可是就是有同学会看出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好 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 可能你应该对颜色有障碍 应该是有啦 OK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不要精确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Color Index 这样子 等于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会不会更好呢 看一下 有没有 或另外一个 好像 等于 另外这个不要叫Color Index 叫Lifestyle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什么 叫线条的 这个什么Lifestyle Style OK Lifestyle好像也可以 就是线条的 样式 等于没有 我其实好像这样也OK Lifestyle等于没有 或者在云端上也有放Lifestyle 两个方法其实都OK Color Index S跟Lifestyle 最后的话把这个初题把它改回来变False 所以这边的话再把它改成False OK 如果自拼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 False 经常有时候常会拼错 如果你把S放这边 你会发现如果打F小写 一开 奇怪 没变大写 你就知道说这自拼错 应该是False 这样才对 False 让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所以执行这个 就有样子 清除 OK 但是实际上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全部一次 是就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的话 待会再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 怎么样把这个四种 特别是字的颜色 还有那个初生格的底色 框线的颜色 其实框线 然后加粗体字 其实这四种我想应该是最常用到的 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可以套用在蛮多地方上面 那跟我们平常用到那个 设定格式化有点蛮像的 所以呢 如果以后你想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要把它改VBA 就是用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这四个应该就足够了 那只是说VBA能够做得更复杂 条件判断能够更精确 效率其实相对也会比较高 而且以后的话 你设定格式化条件以前是要 自己再新增很多种 像这边有四个规则 你就要新增规则四次 那VBA的话写完其实就一次 执行完毕就OK了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以前又要手动再一次 现在不用了 反正就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针对除纯格的这个颜色 去做一个变化 我们的这个颜色